再来看到零四零三地震花莲受创严重 而在4月23号的余震正央晚南 那么造成了花莲市区大楼倒塌 以及寿风乡多处灾情 就有网友在脸书发文 直指寿风乡长带着公所团队赴日考察 而公所的电话没人接 救灾工作缓慢 那么在26号一早 乡长曾淑义就投入勘灾 并反驳一切指控都是污蔑 更是打击公所团队的努力 26号一早 寿风乡长曾淑义就前往 岩辽水莲等地区进行勘灾工作 并且也陪同县长许正卫 会勘寿风吉利桥 以及寿风三号桥 但对于网路有网友发文指 他带着公所团队赴日考察 以及民众致电公所没人接 救灾工作缓慢等等的质疑 乡长曾淑义提出反驳 一切指控都是污蔑 那个4月3号地震以后 我们就成立0403的一个救灾中心 那一些灾情的报我们都有 跟县长会干好了 应该有掌握这个护件 还有改善的部分 我们都有承报县政府 23号晚上 24号一直电话 我都也是睡不着 所以25号就回来了 我想这是我心里 应该要赶快回来 乡长要看到乡长的关怀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到 可是大家不要用那个政治面的来污蔑我这样 他当初这个灾灾之前 他灾灾之后呢 他就马上来 已经试试了 到现在就现在 那又给慰问军给我 谢谢 谢谢我们乡长的 县长许正伟也表示 乡长第一时间掌握灾情状况 也相当关心 几天那个水连那边震得太严重了 不过起来 没有没有没有 谢谢 我就是计定的计划 我们就走 还是这个期间就没有地震 到那边心里都没有 很心里 乡长都有关心 我们到那里 那个水啊 还有帐篷 还有请救这个帐篷 还有干粮 我们都有准备 这就麻烦 相互手麻烦 我们一定会今天赶快报 曾淑义强调 在0403地震发生后 从箭勘灾机制都上轨道 20号出国考察 依程序向政府报准 出国期间 从23号傍晚起 余震不断 导致灾情传出 但他也在第一时间内掌握灾情 并且指挥各项救灾应变工作 希望有心人不要再打击 公所团队的努力 记者刘明胜 受风采访报导 庆浙 知道 they don told 不